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昨天呢我做了一个视频 是讲那个小仙楼 Buddha要单打独斗的 然后我里面我就有提到我是建议 西联解散 然后西联一破为三 破回去 火箭公正党还有那个神星党 回去各自政党自己政党去 单打独斗就好了 OK 说到这个呢 我今天我就想另外做一期视频了 来讲一个一路来都是西联内部的竞技问题 就是 西联的buying在哪里 OK 这个东西很少人敢讲啦 OK我今天我就讲了反正我也无所谓啦 OK 我们的西联这个政权呢只 维持了22个月 然后就倒退了然后就来了西来的事件就被这个慕尤丁推翻了 OK这个历史大家都懂啦 我没有必要再重复啦 所以我今天要探讨的是到底西联他失败的地方在哪里 OK 我告诉你其实西联的政权呢 到了后期啦 就是在 在他倒台之前 他已经陷入了一种 危机 这个危机呢 我告诉你这个叫做公关危机 他陷入了一种情况就是 他 两边都不讨好 马来人这边也不讨好 华人也不讨好 OK 马来人这边呢就直接当你这个是华人政府 这个是行动党主导的华人政府 所以他们对这个西联政府是完全的不信任 一点点信任都没有 只要这个西联政府一天当权 马来人就是被打压的 华人就是当家作主 OK 然后到了华人那边呢 又是倒反过来 跟马来人社会这边想象的东西是倒反过来 华人普遍上是 不是讲换政府 就还我们华人一个清天白日 好吗 这个整个国家就应该倒反过来 理所当然 全部东西都是 应该怎样怎样 那个你们知道了 OK 为什么跟想象中的不这么一样 为什么 还是 要给一点面子给马来人呢 哔哩巴拉之类的 所以 变成了 两边都不讨好 西联到最后面对的危机呢 危机呢就是 两边都不讨好 所以 我总的来说了 西联执政那22个月 在国家治理政策方面 是绝对没有问题 肯定是好过国政 可是在 处理人民情绪的 这方面呢出了超级大的问题 他就是公关出了问题 公关是一场灾难 他既然 他既没有处理好 买人的 情绪 他也没有处理好华人的情绪 结果两边都一起骂你 OK 然后西联就倒台了 但是 西联倒台的原因 OK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我现在从头开始说起了 我 老实说 我这个理论基本上 很少人会认同 但是 你听了我这样讲 你认同不认同 是你的事 我认为 西联 所有的 拜阴 的起源 都是来自 Mate 但是 但是 你们听到我讲Mate 你们就 心里面就想 哎呀 肯定是他了 还有谁 Mate 将种族主义 弄到我们华人 将土兰 肯定是他了吗 Sorry 我等下讲的东西 可能会让你们大失所望 OK 我讲的东西 跟你们想象的完全相反 西联会失败 跟 Mate 的种族主义 什么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OK 很多 只是 华人 自己的想法 不要紧 耐心听我讲完 整个西联的失败 研制于Mate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 他当首相了 后 他给 行动党 给林冠英 做财政部长 OK 我这里并不是说 林冠英这个人 没有能力做财政部长 林冠英这个人 他做财政部长 是 错错有余 OK 他做首相 都是错错有余 我告诉你 OK 问题是 他是一个华人 他是一个行动党的党魁 他却当上了财政部长 OK 就是这一件事情 就成了 全马来西亚 马来人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 一根 心里面的一根刺 OK 这一个 行动党华人 做财政部长 对他们来说 就代表了 这个西联是一个华人政府 是一个 行动党跟华人 主导的政府 然后其他 马帝之类的 全部都是亏累 罢了 所以 一个华人政府 我们是完全不可能 去信任他了 所以 怎样都好 反到底 只要有机会 我们 给 巫统回来做政府 再加上 与此同时 巫统跟回教党在那边唱双黄 一唱一和在那边 每天在那边喊这一句 就说 西联 是华人政府 是行动党 控制 OK 所以 就这样 所以 在马来人那边的情绪 是一发不可守势 基本上 林冠英 就算坐上这财政部长 就算他 关在家里面 两年不出门 也不出任何的文告 都好 都会有 一样的结局 都会有一样的结局 就是 这 马来人都会认为这个 西联 是华人政府 行动党政府 所以就在这一方面 已经是无可挽救了 而且 这一个事情的影响 也是非常的深远 深远到怎样 深远到 OK 我们从结果上来看 从今天的结果上来看 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 绝大多数 绝绝绝大多数 不但不会支持行动党 甚至任何跟行动党 沾上关系的政党 他们都不会支持 就是现在的情况 接下来还会维持继绝 不知道 一切一切都是源自于行动党当上的财政部长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搬档 经济 结果 西联却犯了 OK 所以 我刚才说的 西联 没有 管理好这个马来人的情绪 就是 这一方面 其实 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就是这样 就完蛋了 OK OK 第二我讲回华人那方面 华人那方面 OK 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 不过我现在我再重复多一次 OK 基本上 这句话可能会有很多人会 不认同甚至想要骂我 但是我还是要讲这句话 但不认同是你的事 就是 我告诉你们 2018年509那一场大选 那一个晚上 那一场选举结果 实际上 是马来西亚人 战胜了国阵 听好我再重复多一次 是马来西亚人战胜了国阵 可是 马来西亚的华社 很多 把这一场 赛果 这一场结果 解读成 华人战胜了马来人 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人战胜了国阵 跟华人战胜了马来人 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 OK 你要知道当初把国阵打下来的 是马来西亚人 里面有三大民族 有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 所以 当这个 国家打下来了过后 这政权打下来了过后 你要他完全根据华人的意愿 去推行这个新政府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 我们 只能够做到就是 在和最大的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而不是真的是给你落实一个 啊 华人主导的政府 啊 这个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 华人主导政府 跟公正公平公开的政府 OK 这是两回事 看你要怎样衡量 OK 当然我这样讲一定给很多人喷的啊 就讲 你西连上台了 不是拿我们华人的票啊 啊 拿我们华人票就应该是华人政府了吗 OK 如果你是这句话的话 这样马来人骂到是有道理哦 是不是 这种很清晰的话 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再浪费时间讲了啦 OK 我只是讲一个事实啦 就是 509那一晚呢 是 马来西亚人战胜了 国阵 不是华人战胜了马来人 新的政府 必须也是 三大民族一起来的 啊 你要完全 复费华人的所有的诉求 啊 不是说不可以 可以 只要是符合 公正公益 公平的 都可以 一件一件慢慢来 OK 你明白吗 我现在说的是 所有公正公平公益的东西 一件一件慢慢来 而不是所有东西 一定要华人做老大做主 两回事啊 OK 啊 OK 可是 往往就是这样的情况 华人那边的情绪就完蛋了 OK 跟马来人那边一样 所以 你很难会看到啊 一个政府啊 他的公关处理会这么糟糕 马来人那边完全完蛋 华人那边也完蛋 啊 所以 西连失败的地方就在这里咯 OK 所以我告诉你 西连啊 当初为什么会瓦解 其实就是啊 很多场的 呃 补选过后啊 基本上啊 我们都看到 每一场补选啊 那个西连的马来票啊 都是去到玩玩 去到玩玩 全数回归巫统 回归回家党 啊 然后呢 当时还是 西连的成员之一的土团 以牧尤丁为首的 他们也是看到了这情况 他们感觉 这西连是大势 再这样下去 抱着西连 下一届大选 买一票一票都不胜 怎么办 所以 才有了 之后的这个牧尤丁 带着整个土团出走 啊 到至今土团 依然说一句话 就是谁都可以合作 就是不能跟行动党合作 OK 就应验了我该讲的那些东西 OK 所以啦 就是这一切的 我已经交代了很清楚啊 从头到尾 的故事都是这样 OK 所以如果啦 如果啦 我不管什么情况之下啦 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以后如果有一次 下一届大选 还是下下届大选 我们还有多一次机会推翻国阵 然后由 这个新政权上来 取而代之 然后里面当南北 包括了新东党 我个人是建议啦 我个人是建议啦 真的 财政部长 国防部长 内政部长 这些啦 非常敏感的职位啦 真的是千万不好再给 行动党或者是华人 啊 真的是 我个人我建议啦 我建议啦 我认为啦 行动党最适合的位置 是哪一个 你知道吗 啊 如果给我是首相的话啦 我认为行动党最适合的位置呢 是 首相署部长 OK 首相署部长 你知道啦 现在呀 其实所有部门里面最大的那个部门啊 不是财政部门了吗 是首相署 啊 财政部也是 只有一个部长吧 你知道首相署有多少个部长吗 首相署有四五个部长在那边 每个部长都是负责不同的事项 因为你要知道 整个政府的政令都是从首相署出来的 啊 所以首相署 有很多个部长 所有的政令必须要经过首相署这一手 啊 我是认为啦 行动党最适合做的就是首相署部长 到时候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全部首相署 统一 只有一个正 首相署部长 然后啊 现在原先的那些首相署部长啊 全部降一级变成首相署副部长 然后依然是管回他们自己的事务 啊 整个首相署只剩一个正部长 就是行动党 然后啊 接下来的是首相署副部长 各自管自己的事务 OK 我告诉你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呢 行动党如果坐上了这个首相署部长呢 他不会太敏感 这个位置不是在风口浪尖上 啊 对于马来人来说 这不是一个敏感的位置 就好像啦 我现在问你 首相署部长有谁你也答不出是谁 是不是 啊 这个位置不敏感 这个位置不敏感 啊 但是 虽然这个位置不敏感 可是呢 如果呢 你想一下 所有的来自首相署的政令啊 都要经过首相署这个部门 啊 他是一个啊 可以全方位啊 监控所有部门 的职位 啊 我认为啊 如果行动党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 啊 可以最有效的 监控所有部门的公平公正公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有部门都必须要经过首相署 啊 我不敢说 行动党可以独揽大权 控制整个 首相署 但是 起码在主持公正公平公益 上 是比较拿得出手 啊 我今天我讲这些我不怕那些马化枪手啊翻译去给买人看 我现在我很大声的重复我的要点 就是 行动党坐在这个首相署 这个位置 他不需要 做到华人主导这个政权 他只需要做到的就是他站在这个位置上组织公平公正公益 就是这么简单 马来人听到 也会 赞成的 公平公正公益错了吗 啊 OK 啊 so 我讲到完了 行动党的 不是行动党 西连的拜赢就是这些 OK 接下来如果还有机会 可以再重夺这政权的话 我觉得第一样要做的事情就是 这个公关政策 真的要重新的全面检讨之前真的是做到太糟糕了 OK 还有就是 我刚才讲的那些内阁的位置的分配 OK 好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